多謝雨喬接受我們頭條的專訪 今次很特別的 其實要鄭重點介紹雨喬 唱歌很好聽 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你的網問 推介一下你首新歌 好 大奇蹟 大奇蹟人 其實這首歌的歌詞裡面 沒有大奇蹟是小字的 是嗎 但是整個歌詞很長 首先作曲找了林奕匡阿Phil 是 監製找了Alex峰 田氏找了梁柏堅 其實是可以說是一首例子歌 但是其實它裡面帶出的訊息 是真正的快樂 真正給自己能量去應付這個世界這麼多的困難 其實是在你自己心裡面 所以覺得你一定要相信有這個奇蹟 尤其現在香港很多人在一個很大的難關 或者在掙扎中 你一定要相信內在的力量在你自己裡面 是嗎 是一首是怎樣的 tempo 是一首慢歌 是一首中版歌 是吧 希望大家可以相信 因為我本來上來我也做一下功課 不過我上Youtube還沒有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一定要靠你介紹 這個是一個中版歌 是 其實以前可能都多一些慢歌情歌 因為我自己就彈琴 所以可能以前覺得形象上 或者我自己寫歌的時候 都會是傾向一類型的歌 就是慢歌 是 這次收到這個曲 覺得輕快一點 開心一點 可能都源自去年開始會參加一些跑步比賽 你發覺聽著這些歌來跑 你聽聽一下自己的歌 這麼慢的 是 是 想要一隻 勵志一點 興奮一點的歌 所以就找到這個曲 是吧 是 掌握這些up tempo的歌的時候 和你以往 就是 你一直都注重感情 是 就是 推動力 就是由你的跑步 來推動開始 是 還有 喝醉了 因為我第一次錄音 會喝酒 其實我之前是 其實是正確的 是喝什麼酒 威士忌 今天絕對正確 因為我記得 我和你做一個電影訪問的時候 有一次陳柏宇和Jason 是說著錄音 然後你也是說喝威士忌 還要室溫水 所以我錄的時候 Alice Fullman 說不如喝少許酒 你想怎樣喝 然後我說威士忌 室溫水 他就說 懂 應該是 喝酒 是放鬆一點 還有 如果你唱歌 暖一點 暖水 將你的喉嚨放鬆 更加會投入 我覺得是好 很多人都說 聽完之後 有些 Alice好像拍了一些 平時 我比較少展現出來的一面 所以那個缺竅 原來就是 你看 你看 立即進步了 不同了 瞬間進步 有feel 最重要是唱歌 最重要是有feel 還有透入 如果歌詞能夠感動人 或者感動自己 更加是掌握得近 是 這個歌詞挺特別的 因為為什麼會找梁柏堅呢 其實之前也有和阿堅合作過 是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為他上來了 所以才會喝酒 之前找他寫一些情歌 可能我都是看公司 給我的email 看他們怎樣討論 但是這次我是直接和Alice溝通 就是再去談那件事 就是因為其實他近一兩年 講一些社會議題 很搞笑 即一次創作又是他 可能噴詞本身是他 二次創作又是他 他又再填一些改歌詞 可能搞笑一些那些 我覺得其實他對於大家 掙扎求傳這件事是很有體會 所以找了他寫這首歌 梁柏堅是近年新進的寫詞人 是有心、有feel 或者我們喝酒 所以非常有共鳴感 或者喝酒 把酒拉近了我們的關係 因為我也是試過訪問了他 他就 這麼巧那一次 就是我偏偏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只是一天不能喝酒而已 剛好不舒服 就是撞去訪問他 他帶了一瓶酒來 就沒有了表演 我就是其實 他是上來探我錄音的時候 他只是經過了一陣子 他看了一陣子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都變了喝酒 他走了都繼續喝 是開心的 就是掌握是不同的 是 就是 你的定位 又是演員 又是歌手 更加做生意 其實在事業上 你哪幾樣 或者講解一下 因為其實 作為一個很多時候 歌手都參與電影 你自己真正最投入 最喜歡的是哪一方面 其實我都幾壞的 就是拍戲的時候 會想著唱歌 因為拍戲時間長 日夜電到 可能那場戲辛苦 你就真是身體上辛苦 你就會覺得唱歌真是好 但是當唱歌 你有時候覺得拍戲真的很多力險 所以做不同的事情 會很壞 會掛著另外一樣 但是我覺得始終 不會離開一個宗旨 就是都喜歡這方面 表演藝術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我會覺得 歌手都是一個演員 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好像在演一個歌手 因為你演繹一首歌 你代入了這首歌 融入了這首歌 我好像把歌手放在演員的裏面 其實演戲演員 他都是因為角色發揮 他掌握到怎樣來發揮 是 是不是 講一下今次怎麼掌握這首歌 是 這首歌其實 是我的寫照 因為 我不是說自己很老 和經歷了很多 而是可能 都有一些領悟 今年覺得特別明顯 又有很多 例如公司有少少變動 轉變了 我自己都成熟了 覺得所有事情都一定要是 總之你自己相信 你自己直覺覺得 對就去做 不懷疑 例如這個頭 很久不會有人 或者經理人公司 或者是唱片公司 會認同拍一個MV 去漂了頭 又因為我做很多 網上的生意 可能那些教化妝 女性用品 那些客戶都會比較保守 所以開會的時候 經理人可能都會說到 但是你下個月有個唇膏廣告 有個噴臉的spray 跟著有個女性用品 你覺得行不行 但是我那一刻是很充滿信心的 覺得 如果你的頭變 那自然那個 可能會因為你而變 那turn out都是 所以我覺得 現在怎樣去領略這首歌 就是根本這首歌的精神 就是跟我平衡地一起發生 我覺得MV的頭是要金色 那你就去做 那周邊的東西就會 配合你一起發生 所以體會是 發自內心 這首歌 其實這次第一次造型是金髮 是呀是呀是呀 我很保守的 對於髮型我都很保守的 不是的 那耳目一新 就是你剛才走進去 我沒猜到變了金 是呀是呀 不過就 只是可以做到一個月 但是就是這樣 就是覺得做一首歌 那一段宣傳期就是無悔 配合MV 所有的配套 宣傳物料 是呀 我想其實是 起我夜盆之後 起我夜盆之後 我是 我是用我直前做的 是嗎 大膽做 割開了 割出去 是呀 沒有那麼多顧慮嗎 是因為我覺得 之前 以前本身好像長來死 可能 是很虧行舉報 就是讀書呀 畢業呀 那一出來就是做這份工 那連頭那幾年做這份工 都是很虧行舉報 但是 之後越來越覺得 我其實沒有什麼都怎樣計劃 或者plan 我覺得我出道的這幾年 其實是那個時代變得很快 變得很多 絕對 所以根本就只有去調節自己的適應能力 而不可以有一套計劃是慢慢follow 是的 接下來 就是在電影上 最快給觀眾見面的是什麼作品 最快的作品 我很期待 這部電影叫做《驚心河》 最近大家都看到一些 很多宣傳 開始了 青雲哥哥和庭峰哥哥 做兩個主角 我自己參與這部電影 其實我覺得都不知道是觀眾還是演員 除了做我自己的部份之外 就是看他們的演戲 因為真的很精彩 真的 我可不可以率先透露一下自己扮演的角色 好啊 我是一個警察來的 好 其實不驚訝 因為這個是一個懸疑的警匪片 比較多的角色都是警察 我也是其中一個 好在我這個警察都是比較green 就是比較新 就不是很氣場強大那隻Madam來的 所以就負責被他們猜獻 去做不同的集役在猜館 都亡大壓力 但是呢 對白就真的都幾擁場 因為經常都會交代一些 案發的時間地點人物經過 是嗎 那你自己覺得自己掌握這個角色 是演得如何呢 我希望OK 因為呢 當然很主線的劇情 未必在我身上 但是我會覺得首先 一個演員的本份一定會做足 例如很熟很熟的劇本 就是酒位等等 就是令到那個技術上 不會妨礙大家收工 就是演繹上面 由於都是輕鬆的 就是它是一個活闊的旅景 就不是很死氣沉沉的那隻 所以都很在導演 就是這個角色很度身訂造 令我可以不用說很演很多東西 有什麼得著呢 有得著呢 就是買票入場看都看不到 兩大影帝拍戲 這麼精彩的畫面 還要是整個月 所以我覺得很划算 真的 有否真的想問大清雲 演繹上的方法 我一開始都不敢的 我差不多到很後期才敢跟她說話 因為之前對著她都會很修煉 很避忌 就算一間房只有兩個人 我都不會很跟她說話 有我看書 有她可能在做其他事情 她很喜歡你 她很喜歡你 你應該 我又不知道 後來就發生了一件事 令我放膽一點跟她說話 就是話說 在一場戲拍攝的時候 大型ballroom 有一個酒店的休息室 是給演員的 我開了那個門 只有我一個 我就踢了她 就是自己在那裡 我回來了 那些 原來她就在後面 坐了門口角頭 她目擊了這一切的事情 你沒有理由 沒有時間繼續坐下 我看不到你 原來你在那裡 可能她已經看到不應該看到的事情 我都會多些跟她聊天 她也是 如果喝兩口 馬上就話題很多 我覺得她是一個 如果她找對 她當然不可能 跟我好好聊 但你會覺得 譬如有時聽到她跟導演 和亭峰聊天 她很多事都懂 很多事都知道 很多事都拿出來和你說 這樣 好了 今年2016 已經差不多過了半年了 不捨得了 事業上還有什麼計劃呢 或者你自己的生意 可以再加強透露一下 其實過多幾天 應該就會去內地拍一部經歷片 今年也會再做多兩首歌 雖然我覺得在現在做音樂 這麼有難度下 出碟是困難的 但是今年也計劃著會做多些歌 因為始終都喜歡 生意很開心 終於都結束好了 搬了一個大一點的辦公室 中間還有一棵樹 現在覺得無論是生意 唱歌、演戲 都是喜歡那樣東西 就投入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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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出的時候 好 講一下MV 講一下製作上 對 其實為什麼拍MV會演金六首呢 因為我是在演一個魔法師 就是很占卜水晶球 噢 而那一類型的角色 通常都是這樣的 可能比較西化一點 我幫不同的客人 處理一些人生問題 例如有些人有感情問題來找我 工作問題來找我 可能我幫他們占卜一下 但是去到最後那個劇情發展 其實就是講到 之前的劇情是不見樣的 後來才發現每一個人都是我來的 我自己的問題 其實是打開了門 在自己的心裏才能解決到 好 好 其實是幾個 都做其實是兩角 魔法師是我自己見到樣子 然後就 那些遇到人生問題 因為之前是背影 側面 所以就不太看得清楚是誰人 那有多少錢 他是有三個個案子結合在一起 誰導演 阿權 MV導演 阿權 那插座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很好玩的 有跳樓 那 就因為那些 尼方塵 我那些客人 我是占卜師 那尼方塵 那些客人 都是走上這個人生的絕路 那些時候 你才會找可能算命 占卜 那有一些企跳的畫面 那我和阿替生 是一齊要做 總之他做些什麼 我就要做些什麼 是互相剪的 到最後開股才看到是我的 他企跳 我又要企跳 那那些 深水埗那些舊樓 是啊 很多魚骨天線那些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是很害怕高的 所以站了上去 雖然前面有多少少地的 未正式跌死的 因為前面是有 但是你跳下去之後 是可以蹲下那隻 但是都真的太害怕 很害怕 我是沒有任何表情可言的 還有我拍的時候 我們沒有什麼安全措施的 就是你站了上樓盤 那些同事下面就穿熱腳 這個導演 導演畫得這麼危險 很害怕 但是我想其實很多人在那裡拍過 因為我看到剪出來的MV 我覺得很熟口臉 就是跳樓屁 不過不要 失去太危險了 失去挑戰 是啊 很害怕 我覺得都不錯 都是幫人打氣 是啊 鼓勵人自己幫自己打氣 有 有 我自己也會聽 其實很少錄完的歌會自己聽 但是這首我會聽一下 為什麼會不聽這首歌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可能你錄的時候 已經唱了幾十次 幾十萬次 然後到出街 可能MV你查一查 然後電台訪問聽 然後你不會真的拿來聽 但是這首歌你會拿來聽 我自己 嗯 好 新的福峰 是的 很可愛 剛才電影說了兩部電影 你拍一部上一部 拍一部上一部 然後就 生意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好 沒問題 生意你現在越做越大 搬進新的辦公室 是 那今年有什麼新計劃 今年 香港你的產品 是 其實這個零售寒冬 大家都覺得很害怕 然後譬如我們之前主要的陣地 在銅鑼灣 銅鑼灣的大型百貨公司 會有些感謝祭的那些 整個銅鑼灣的人 那個月的quota 就買了去他那裡 所以 我們是覺得 online是認真做 online 其實包括會拍照片 拍照片 post一下 那我為什麼會搬到一個 大的海景的office 搬到新界 其實就有些想像 人家Google Facebook那些office 是沒有一些緊的位置 而是一個開放式的 pantry也很開放式 房當然有兩間 但是就同時換 保持創意 我覺得 因為打online的生意 是時刻要保持 留意在新聞 政治 網絡新聞 或者是一些資訊 是有趣的 那我希望他們保持著自己 creative 而不是在一個很困獸鬥的地方 有多少員工 你們現在 我們六個左右 六個員工 這個方向絕對正確 因為你 所有年輕的小朋友 其實全部 將會都是online的接觸 生意的營業版 你現在是哪位數字 你一年計 一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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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七位數字 做不住的 因為 賣法 數 人工套租 都很多 對 人工套租都很多 是否做生意的成績 做生意 成績 是差不多 但是困難很多 我就是因為做了生意 才覺得拍電影和做音樂 其實是舒服的 因為很多人幫你 老闆會幫你 公司會幫你 同事會幫你 但是做生意 是全部人 都是要是 就來和你 就是 competitor 要是有機會害你 有機會欺騙你 這樣 哈哈哈哈 你會這樣說 很可笑 拍人的話 他好東西 不會找你的 多謝你 可能會加你一句 但他找得你就投訴你 所以做生意 好像所有主動接觸你的 好東西 另外一個學問 是啊 剛才說到 今年很多新嘗試 又有拍馬拉松 又有新的曲風 又有新的形象 那你有沒有說 有些什麼再想做 再想做 可能都會有機會 還有自己都很想的 就是試一下拍劇 因為沒有試過 拍一些時間 很長演同一個角色的 我沒試過對一個角色 很有感情 我發現 因為可能拍一部電影 我長期都是兩個月 但是我沒試過 有時候很羨慕 看一些劇 很羨慕 大家走 譬如《Game of Thrones》 就是《權力得遊戲》 大家走出街 會只記得他是那個角色 我有時候 是有點羨慕 這個感覺 是會非常投入的 是啊 代入了這個角色 是啊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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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出你成功 順利 謝謝